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有这样的结果 新成员张真元的人气不容忽视 老成员们的付出亦是关键 在baby离开跑男团的日子里 半途加入家族的白露扛起了属于女嘉宾的一片天 加盟三年 几乎全情 新一季官方还没有宣布阵容 白露便先行一步告诉大家自己会去录的 能如此肆无忌惮 白露靠的是节目组对他的偏爱 而 跑男为何喜欢他 在看了他最新一场的直播后 我想我明白了 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综艺人 第一个要做到的技能是外向的交友能力 特别是常住嘉宾 节目相当于是一个家 当有不熟悉团队的客人到来时 呆愣愣地站在一边总是不好的 要学会怎么让别人放下紧张 快速融入到开心的玩乐中去 白露在交心朋友这块 永远是在路上的 拍 周生如故 收获了迷地一枚 王兴月说我17岁就跟着路姐了 拍 长月静明 得到好姐妹一位 连29岁的生日都一起在城堡过 严真CP是真的 这次到了白月泛星 剧组分为肉眼可见的融洽 光是聚餐就被狗仔拍到了好几次 白露在直播中表示 此番禁组 的却交到了很多朋友 第二个要做到的便是保持高度的兴奋 如果捏捏的提不起兴趣 做啥都不专心的话 观众看了也会觉得没意思吧 爱笑的白露是节目永远的背景音 有她放肆的笑声在 不自觉地会被感染到 当直播中 主持人听到白露23年的工作太繁忙时 出于心疼 她下意识地感慨 而白露听到来自姐姐的担忧 她立刻笑着表示 不用心疼 我好着呢 不卖惨 只贡献出积极的力量 以上两点是白露有拥有的 也是节目组所看重的 剩下一点 属于是锦上添花的存在 最开始加入跑男团时 白露还有点肉肉的 在陪着家族走过南北 拍了好几部戏后 白露蜕变了 她听取观众的意见 从节食减肥到锻炼减重 本就轻瘦的她 现在身姿更为挺拔了 剧播的好了 脸被大家认识了 白露再也不是那个李庆 李怡童的带餐了 在跑男的舞台上 她可以是油画少女 也能使太位女明星 百变得她很吸引人 随着新一季录制的临近 综艺界的风云再起 粉丝们的期待与猜测也随之升温 曝光的常驻嘉宾名单如一把锋利的剑 激起了无数人的热切关注 从资深娱乐圈老将到新生代偶像 八位嘉宾各具特色 将在《奔跑吧》的舞台上 掀起一场精彩分成的视听盛宴 首先 杀意的回归再次掀起了热潮 她不仅将在王牌对王牌中展现出幽默风采 还将在《奔跑吧》中带来无限活力 杀意的双线奔跑定会给观众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与笑声 令人期待不已 接着是新生代偶像白露的加盟 她的到来给节目增添了一抹清新的色彩 活力四射的白露将在节目中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 成为新一代的焦点人物 必将为《奔跑吧》 带来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实力派歌手周深的加盟 更是为节目注入了新的音乐元素 她的声线魅力无法抗拒 必将给观众带来无尽的听觉享受 周深的加入 让《奔跑吧》 成为了音乐梦想家的独特舞台 观众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感受她的表演了 除此之外 范诚诚的加盟也为节目增添了一抹亮色 她不仅在娱乐圈中展露头角 更是用自己的才华和笑容 征服了无数观众 范诚诚的阳光和活力将成为《奔跑吧》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节目带来更多欢笑和惊喜 然而 阵容变动也带来了一些未知因素 像《卑鄙因形成冲突》未能参加 宋宇奇可能不会常驻等 这些变化或许会给节目带来一些挑战 但也必将为观众带来更多期待和惊喜 节目的策划者可能会在最后时刻 为观众带来一场阵容的大翻转 这样的未知性正是《奔跑吧》 吸引观众的独特之处 除了嘉宾阵容的变动 节目中的游戏环节 也是观众们津津乐道的部分 嘉宾们在游戏中展现出另一面的风采 而节目组也将为观众带来更多 新奇有趣的游戏设定 让观众们的想象力得到充分释放 带来更多惊喜 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更是奔跑吧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粉丝们的热情支持和互动 为节目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魅力 他们的热泪盈眶 激励着嘉宾们勇往直前 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在观众的参与下 节目才能真正成为一场大型的娱乐盛宴 在《奔跑吧》的舞台上 嘉宾之间的情感交织总是令人期待 每位嘉宾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个性 当他们汇聚在一起 化学反应便愈发强烈 这种真情流露将成为星际的一大看点 最后 无论节目如何变化 《奔跑吧》 都将一直伴随着我们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将继续奔跑 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也许 它将在变化中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 奔跑吧 都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束阳光 永远闪耀着